Hello,大家好,我是江江 今天来陪大家聊聊 过好生活才是静神之道 这个静有两个静 静,接近的静 静神之道 接近神的一条道路 还有尊敬的静 静神之道路 所以今天主题是说 过好生活 过好生活 并不是过好生活 记得过好生活才是静神之道 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呢 这个主题其实是上次看完 天使走过人间这本书里面的一段话 我觉得写的真的是很好 所以今天在晚上集气送祝福 我也是给大家这句话 我觉得大家过好生活 这个前面的四个字 过好生活 我觉得在我这一大段日子以来 很多人都忘记了 怎么过好生活 我觉得大家都只是在过日子 就是普普通通 没有什么高高低低这样 在过日子 大部分都沉浸在低震动 负面情绪的状况下过生活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一下 过好生活为什么那么重要 为什么过好生活可以接近神 因为过好生活 我们每一天的震动频率才可以提高 提高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接近神 神的频率是很高的 高频嘛高频 所以我们如果每一天都能够让自己很开心 过好生活的话 是不是把震动每一天 每一天都要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的提高 这样就慢慢会接近神啦 当你慢慢接近神 也会启发你身上这个人 你这个人身上有的神性 就会慢慢被勾出来 那讲尊敬的话 这过好生活 我觉得也是我们一种最好的回敬神的方式 回敬神 不是要你去买很多贡品 贡在那边 或者说你一定得上教堂唱诗歌 你每一天过好生活 用这个方式回敬给神 我相信这是神最大的快乐 一定的一定 那要过好生活 我觉得第一步 你们一定要先找到生活的乐趣 因为我们眼睛每一天张开 就是生活两个字 生为了生存要活下去 反正就是眼睛张开 就是每一天就是生活 然后呢 就算是闭眼睛睡觉 那也是一个生活 现在很多人连睡觉都睡不好 对吧 所以他们就没有过好生活啊 所以在生活上如何找到小事情而开心 这件事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遗忘了 大部分的人都遗忘 应该说如何让自己像小朋友一样 一点点就很开心 你看有些小朋友 他可能只是为了想要得到一张贴子 他就会觉得很开心 比如说像我们在教钢琴 我会跟他说你挤了几个张 一首歌过关就一个张 几个张挤满了 可以跟我换50块零用钱 他们就会很努力的想要去得到那个张 不过那个张 也就收集好就是只能换50块 或许对大人的世界是很渺小的50块 可是在小孩子的心中会觉得他就会想要得到那样那么简单的快乐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大人们应该跟小孩学习 去跟他们学习 学习什么 去找到你们当初只是因为那一点点 只是那一点点就可以快乐的心 比如说我们上班 然后路上看到很帅的人 很帅的男生 今天真好看到很帅的男生经过我面前 因为眼睛舒服 就开心 可是这很渺小 并不是要你去跟他搭讪或什么 你只是眼睛看到一个行男走过去 你就会觉得哇好开心 就是我很开心 我看到行男走过去很开心 那不要讲男生 如果今天看到一个辣妹 我就觉得哇他身材好辣 怎么那么辣 然后就觉得今天心情很好 因为我看到美好的事物 我看到美好的事物就觉得心情很好 你们会这样吗 会因为看到帅哥或是美女 然后心情很好吗 你们可以训练自己看到那么一点点的小事 就这么美好吗 或者是今天看到双胞胎 别人推着双胞胎走过来 哇好可爱的baby哦 怎么那么可爱 这样的可爱 这样可爱的心情 可会带动你一整天 可不可以让自己慢慢养成这样的习惯 或者是说 我今天上班一路都绿灯耶 哇真好 就是这一点小事 就我现在讲的都是小事哦 或者是我要等车 我才刚到站在这边等车子就来了 哇好好哦 怎么那么好 就是这么一点小事 你们可不可以唤醒一下你们自己快乐的心 快乐的心 或者说可能有人请你喝饮料 那你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好 有人请我喝饮料耶 就是那么一点点小事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好像都会把这种事情给遗忘 就会觉得有样行尸走肉 没有快乐的感觉 麻烦你跟孩子学一下 你看一下孩子是怎么样开心的 可能一个蛋挞 他吃了好开心哦 因为他觉得甜甜的很好吃 可是我们大人可能在吃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复杂的想法 这个蛋挞有多少热量 这个蛋挞吃下去我会增胖多少 然后这个蛋挞吃下去我还要不要吃别的 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像孩子那样单纯了 所以麻烦大家在过好的过好生活的第一步 先学习孩子单纯 就是不要太多 不要太复杂 就是一点点我们就很开心 那再来我觉得还有一个要跟孩子学习 就是不要记仇 像孩子般忘记 像孩子般一样会忘记 我觉得我们大人很容易记过去的点点滴滴 放在心里面就是不忘记 你看哦 小孩子很可爱哦 你可能现在骂他 他做错事情你骂他 如果你是他妈妈 比如我小孩好了 我可能总是有处罚过他 打他 或者是骂他 或念他 但是你知道孩子就是孩子 他对待我的时候时间一过 他看到你 他就会忘记 就是过了几天他就忘记 你可能过去的处罚 过去的骂他 或是过去的打他 就是他会忘记哦 就是小孩子就是忘记 然后他就会跟你又好啊 又抱啊 又亲啊 就是你可不可以学习 我觉得这一点不容易 但是你回头想想孩子可以做到 为什么你不能做到呢 为什么你不能做到 就因为你长大了嘛 就因为你变成大人 所以就没有办法忘记了嘛 所以这件事很重要 吵架可以吵架 你当然可以跟孩子吵架 我偶尔会跟孩子吵架 但吵架是不是可以一下就好了 一下就好了 因为孩子一下就好了 只是大人自己过不去 是大人过不去耶 就好像我们在跟大人吵架 两个大人在吵架 两个大人都过不去 所以那个心结都在哪里 那我们可不可以跟孩子学习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忘记就好了 不要去想那么多 这需要练习 这需要练习 但如果你做好这一个 就是像孩子一样容易忘记 我觉得你日子可以过得很棒 因为你都会把那些不好的 然后不好的回忆 不好的画面 就这样很自然的忘掉 然后看到对方 哪怕前天他是仇人 你也会像孩子一样 可能跟他围个笑 围笑 然后或者是身上有好的小东西会送他 就像小孩子一样 你可能过去的处罚 然后谩骂 可是他过了几天忘了 他在学校得到好成绩 他一样会很开心 拿给你看 你看我考试考得很高分 是一样的 是一样 所以这个要跟孩子学习 那我觉得像刚刚单 还有第三个单纯的分享 就比如说像刚刚孩子考得很高分 就拿给你看 妈妈你看我考得好高分 就很单纯 他没有别的想法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学会单纯的分享 比如像我可能有什么好的 有多了 我就跟好朋友分享 单纯的分享 没有任何的想象 我没有要攀援 我没有要要求对方对我好 我没有要展现我拥有什么 或者是我有什么人脉 没有 这些通通麻烦你归零 你能不能回归到最单纯的分享 就像我昨天那一支影片 大西妈妈觉得那个五行水很好 她就觉得她要跟身边的人分享 就如此单纯而已 就如此单纯 所以是不是不要有分别心的单纯 哪怕是她前天是你的仇人 你包包里面有个小糖果 觉得很好吃 跟她分享一下 让她心间心情很好 也是一个很单纯的分享 就看你做得到还做不到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跟孩子一样那么简单 只是大人常常复杂化了 还有我觉得最后一个要懂的感恩 学会感恩 我觉得现在的人很多都忘了感恩 忘记感恩 或者是不知道如何感恩 我觉得这点真的是需要慢慢去改 所以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如果你慢慢学 慢慢学 这几个很简单 因为小事而开心 然后像孩子般一样忘记 然后学会单纯的分享 每天时时刻刻感恩 我觉得你就可以过好生活 过好生活 你的振动频率高了 就可以把你的神性找出来 那也用这个方式来回敬我们的神 那因为我们的神天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嘛 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回敬他 就这样分享啰 I love you 拜拜